他是我在哈佛遇到的中國人裡面 私得最好的 這個就是家教的功能 所以我後來帶我小孩的時候 就是也是希望能夠 在那個品質教育上做到同樣的程度 當然我還教我小孩 公橫術這些東西 我覺得陳語明 可能不懂昂煞的這套謊言騙術 但是我希望我的兒子能夠懂 他們沒有那麼強的先見 就是他們慢慢的嘗試 因為資源在他們手裡 就是有不同的option過來 不同的選項過來 然後他們挑選 然後嘗試一下 發現很有效 很有效以後就加碼 這個白左呢 首先攻擊教育界 然後從教育界再到一般思想界媒體 這樣子 然後最後就變成鋪天蓋地 那自然就產生反動 而這個反動對立越強烈 這種為這些莫名其妙的社會議題 像墮胎什麼的 越是強烈 所以大家越是沒有時間去考慮這個貧富不均的問題 事實上貧富不均才是一切問題的根本 談到這個議題的話 今天是一個很特殊的日子 我今天才知道 我今天才知道 既然它有一個紀念日 就是今天 這個運動已經到 有一個屬於它的紀念日了 我的意思我想點出來是這個 你說是軍廷是不是 對對對對對 然後我聽了我很吃驚 然後我去找了一下去看一下 大部分的美國州並沒有奪佈這個軍廷 對 他們越是這種強推反動越厲害 就像你50年前硬是把墮胎合法化 你這種事情應該有了全民共識以後 通過國會立法來做 結果你是用走後門把它強推過去 強推過去以後反而凝集反對力量 成為永久的窗口 這個是富豪巨富需要障眼法 所以才製造的有意製造出來的 怎麼樣的其他的白左的議題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到現在還在承受這個後果 就是拜登一旦通脹起來 然後搞得民不聊生 馬上就是想辦法把這個墮胎的事情 又變成一個議題 他那個大法院還沒有宣布 他們就想辦法洩漏 這洩漏的是誰 一定是民主黨的 就是為了要動員民主黨 你這一方面 共和黨可以用來動員他們的群眾 民主黨也可以用來動員他們的群眾 所以兩個黨內的權貴政要 都不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問題很簡單嘛 你就達成共識以後在國會裡面 用民主的方法解決嘛 他不要 這不可能 這個其實說回來就是一種民主制度的問題嘛 對不對 就是因為民主制度 就是因為制度才造成這個問題 他們需要用這種issue來解決他們眼前的困難 並不是解決他們的問題 而是他們眼前面臨的困難 他們這個民主制度就是我剛剛解的 講的從歷史上一開始 就是19世紀一開始 就是為了遮掩 財閥占全世界便宜的這個事實 在經濟上呢 是從殖民地掠奪來滿足下層階級跟中產階級的一些基本需要 在政治上呢則用這個投票的障眼法來欺騙他們 讓他們以為自己當家做主 剛好三天前我的小孩在跟我打電話的時候 對我發了一個問題 因為他我對我自己的家教是很自豪的 我的小孩長大是一個純正的社會主義者 20歲就已經是純正的社會主義者 他就問我說這個他忽然想起來西方的社會學跟歷史學裡面呢 有一整套幾千本書 幾十萬篇論文討論為什麼新教跟資本主義 優於舊教跟就是西班牙 因為他們舉的例子就是專注在為什麼英國跟西班牙在殖民裡面勝出 他們為什麼會花這麼大的工夫去創造那些 那幾千萬幾億的文字呢 事實上有需要 因為你必須要解釋為什麼你成為世界霸主 能夠到處殖民 人家第一個反應的就是事實真相 因為你去殖民嘛 你去殺人奴役當地人 你必須要找一個藉口 光免彈簧的藉口 這個光免彈簧的藉口 當然就是我的制度優勢 那你說這個英國的制度是不是比西班牙優越呢 首先我要說你看西班牙的殖民地的話 西班牙人去殖民的時候他是奴役當地人 但是英國人進入美洲的時候 他選的地方是人口密度低的 所以然後直接就把那些印度人殺光了 那你說這是真正的優點嗎 他不能夠把這個拿出來當優點嘛對不對 所以他必須要去談那個宗教啦 還有那個還有市場制度的差異對不對 然後我最後一個論點是 這也是完全獨立的論點 就是你即使真的相信英國的制度優於西班牙 這依然不掩蓋他們致富稱霸的本質動力 是來自於殖民 為什麼 你看全世界當時能夠殖民的都是很自然就只有西歐的幾個國家 那西歐的幾個國家之中像瑞典丹麥荷蘭太小了 他們一定是不可能勝出 真正大規模的只有三個嘛 對英國 法國跟西班牙嘛 所以英國就算勝出其實也只是三個裡面最優秀的 你這三個裡面最優秀的要舉個例子 那個拜登在2020年的大選的時候對川普勝出 你能夠就用邏輯推演他是全美國最適合最有資格當總統的人嗎 說他比拜登優秀都很勉強 你即使接受他比拜登優秀 你說是比特朗普優秀 他也只是兩個人之中的 你說是拜登比特朗普優秀 拜登比特朗普優秀 他也只是兩個人之中比較優秀的那個 不是三億多人裡面最優秀的那個 對不對 所以我們實際觀察到的事實 你如果用嚴謹的邏輯去推論的話 得到的結論就跟昂薩宣傳媒體思想界想要給你的印象 南原北者 他們為什麼要給你這個印象 為什麼花了兩百三百年 多少人花了一輩子 整個學術生涯 建立在演繹這些說法上面 因為他有實用 為了他的國家跟制度塗脂抹粉 所以自然就會有才華去資助他們 對 有錢能使鬼推磨 這種事情 天下的歷史上事情也多了 我只是站在我個人的 可能是因為職業上的這種敏感度 我一直對於西方 你說昂薩所使用的這種手段 而是他們達到今天的這種地位 我覺得需要有很好很好的研究才行 這些手段到底是什麼手段 它後面的理論基礎 就是你剛剛講到就是創造一些理論基礎 來 justify他們的行為 他們的行動 這整個這個歷程的過程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觀察跟學習的一個案例 他們這裡借助的是一個 另外一個普世價值 或者說普世現象 真正的普世現象 就是愚蠢 你說 你是被他們說教的這些人的愚蠢度 絕大多數的人天生就不可能建立 學習科學方法或者邏輯思辨的能力 所以呢 才有這個空隙 那常常有新來博客的讀者說 你這個王茂元很可惡 一天到晚罵人笨 這個不是我喜歡罵人笨 而是深思熟慮之後 這個禁區就是你的群眾是不是愚蠢 這個事情 是昂煞整個宣傳體系的避難所 他一旦出了問題 有什麼質疑 真正的質疑 他們一定最可靠的避難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有選舉啊 所以你看這個民眾的多數已經這樣選了 所以一定是最優的 你唯一能夠打破這個避難所的 就是公開的承認群眾是愚蠢的 很容易就被壞來的媒體洗腦宣傳手段來控制 你只有先接受這一點才能夠真正的客觀理性邏輯的討論政治學 否則的話 這個昂煞宣傳體系只要拋出這一點我們有民選 民意是神聖的 那你其他都不用談了 民意如果投票認為援州律是4的話 那你也必須接受 我覺得你說的這個援州律這個事情是一個很尖銳的一種寫照 就是對現在的所謂的民主制度的 比如說攻擊或者指責都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太棒的一個寫照 因為現在 這不是我編的 我知道 現在我們所看到全世界的 包括我們 關心的在台灣的所謂的 quote and quote 民主 就是一個投票來決定援州律的過程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事實上整個是一個騙局 因為候選人是誰決定的 是裁罰跟土豪決定的 對 就是會決定的 以後我們專闢一個時間 好好的把這個事情深入的談一下 所以我們必須要知道 這個制度有多重的保護 確定你選不出真正 對 所以我剛剛說 為什麼他們從哪裡得來的這些方法 這種方法論 這種教條 這種理論 這是他們的實踐對不對 能夠使他們完成這麼樣子的 一種荒謬的情況存在我們眼前 這是不可否認的 這是一個荒謬的情況 然後反過來說 孟宣 你有沒有感覺到最近幾年 特別是這次俄烏戰爭之後 這個世界在改變 你可以看到外交人員 不同國家的總統 在不同的國際的場合 開始有一個和我們今天講的 所謂的 昂煞的這種論調 開始有一個新興的一種言論出來 正是如此 其實我講的這些 Putin他都已經知道了 但是你如果去看他過去 這十幾年的演講 他其實說的很委婉 一直到今年二月開戰 然後四月的時候 他金融戰確定獲勝之後 不是最後一年 對任何人說 是真的 就有大人說 好 好 我們英文 我覺得 你也有恐嚇 他就想像個了 四月 六月 вс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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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